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儿不假 正是卡西摩德 捆着 绑着 拴着 看个严严实实 一对弓手把他团团围住 由巡防骑士亲自坐镇 他身穿锁子铠 前胸绣着法兰西文章 后背是巴黎城文章 而卡西摩德 除了他的畸形之外 身上并没有一丝一毫 可以证明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 枪击弓弩 一拥而上 他脸色阴沉 漠然无声 安安静静 他那只独眼 难得见或瞅一瞅身上的五花大榜 目光阴郁而愤怒 他也时不时环视四周 但是目光昏暗 眉精打采 富人们见了都指指点点 只觉得好笑 这当 厅长弗洛里昂老爷仔细翻了翻陆事成交给他的指控卡西摩德的卷宗 这样过目之后 好像静静考虑了一会儿 每次开始审讯之前 他总要预先小心筹划一番 所以事先对被告的姓名 身份 犯案心中早已有底 预料到对方会有怎样的回答 自己早已盘算好 怎样寓意拨斥 任凭审讯怎样曲折迂回 他也总能对付过去 并不过分显示出自己重听 案卷对于他就像是给瞎子引路的狗 万一有那么一句半句 前言不搭后语 或者所提问题不可理解 泄露出他的残疾 在某些人看来会显得深奥 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鲁顿 但是 无论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 反正司法官的荣誉不会受到损害 因为当法官的宁可被认为鲁顿或深奥 却不可耳聋 因此他处心积虑不让任何人看破自己 耳壁听色 而且通常掩饰得极为成功 连他自己也产生了错觉 这样的自欺 其实比咱们所能想象的容易得多 凡是驮子走起路来总是昂首阔步 结巴子说话 喜欢长篇大论 笼子偏爱小声嘀咕 至于弗洛里昂老爷 他至多只认为自己耳朵有点不听使唤罢了 这是他关于这一点向公众舆论做出的唯一让步 还得在他坦率无影 审视良心的时刻 于是他仔细咀嚼了卡西莫多暗游之后 把脑袋向后一仰 两眼微臂 摆出更加威严 刚正严明的架势 这样一来 此刻他也就记聋起瞎了 这样的双重条件 缺一则不成其为完美无缺的法官 就是以这样威严的姿态 他开始了审问 幸免 然而 这时出现了一个情况 却是未曾为法律所预见的 就是 是笼子在审讯笼子 卡西莫多丝毫未料及会对自己提出什么问题 继续盯着法官 没有回答 法官既然也是笼子 也就丝毫未料及被告也是笼子 还以为他也像一般被告那样回答了问题 就仍以惯常的疑似的沉着态度继续问下去 好 年龄 卡西莫多对这个问题还是不回答 法官认为被告已经回话 就又问下去 那么 职业 仍然是沉默 听众这时小声嘀咕起来 面面相去 行了 厅长不为所动 泰然自若 以为被告已经回答了第三个问题 就说 你被控告至本厅 以第一 深夜扰乱至安 第二 欲行间无一名轻薄女子 假定她是荡妇 第三 图谋不轨 行叛逆是于圣上的侍卫攻守 以上 你必须一一交代 陆氏 被告迄今所说 都记录在案了吗 这么个倒霉的问题一提出 从陆氏一直到听众 全场一阵哄响那么剧烈 疯狂 传染一切人 甚至两位笼子也不免觉察到了 卡西莫多 怂怂驼背 轻蔑地转过身来 而弗洛里昂老爷也跟他一样吃惊 却认定听众大笑的起因 是被告给予了什么大不敬的回答 卡西莫多那么一耸肩 他更觉得不容置疑了 于是兴兴然骂道 混蛋 你这样的回答该出叫醒 你知道你是跟谁说话吗 这样的力骂 丝毫也不能制止全场哈哈大笑 大家都觉得太奇怪 莫名其妙 笑得个前仰后翻 甚至市民厅使掌门也克制不住了 而他们差不多应该是黑桃J 痴呆应是他们身上的制服的一部分 只有卡西莫多保持着一本正经的模样 原因很简单 他根本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 法官越来越恼怒认为必须继续使用恶狠狠的强调 希望以此设服被告作用于听众 迫使他们恢复敬畏 这么说老兄 你实在刁恶 而且蛮横 但敢不敬重小宝的厅长巴黎地方治安长官 受命成奸除恶 纠察不端行为 督导各行各业 禁止垄断 维护道路设施 制止转手倒卖家秦和野秦 监督衡量木柴和其他木柴 清除城内无泥 清除空气中传染疾病 总之 此次不倦 致力于公众事务 并无信奉 也无报仇之指望的长官 你知不知道 我就是弗洛里昂巴布迪安 福尹大人的直接助理 此外坚韧巡察官 调查官 督导官 检验官 拥有在福尹衙门 检视衙门 保管抵押和出身法庭 军委平等的权利 龙子对龙子说话 是没有理由住口的 要不是后面的小门突然打开 福尹大人亲自进来 上帝才知道要说到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弗洛里昂才会打住 既然他这样打开了闸门 如此滔滔不绝 法国大文豪 维克多雨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浇灌了言说词 调过去对准了福尹 说道 卑职请大人定夺 对在庭被告 俺严重公然描示 法庭罪 欲以严惩 他气喘吁吁 坐了下去 大滴大滴的汗珠 从额头上滴落 像泪珠一般 打湿了他面前 摊开的羊皮纸 他赶忙擦汗 罗伯戴图威尔 皱皱眉头 向卡西摩多一摆手 算是警告他 手势砖断有力 深有含义 笼子这才多少 有点明白了 福尹严厉地向他讲话 你是犯了什么罪 搞到这里来的 混蛋 可怜的家伙 以为福尹是问他的姓名 便打破惯常的沉默 以嘶哑的喉音回答 卡西摩多 答非所问 于是全场又大笑起来 罗伯大怒 叫道 你连我也敢嘲弄 大坏蛋 这母院的桥中人 卡西摩多回首 以为得向法官交代他的职业 桥中的 福尹又叫道 他一早醒来就心情不好 上面已经说过 一听到这么个奇怪的答复 更是活冒三丈 大中的 我要拉你去游街 叫人用鞭子在你脊背上大中 听见了吗 混蛋 卡西摩多却说 要是您想知道 我的年龄 我想到今年圣马丁节 我就满二十了 这可太过分了 福尹再也无可忍耐 你敢藐视本不堂 坏蛋 职棒师长 你们给我把这家伙 拉到河滩 直如柱上去 给我打 再把他 转一个小时 我要教训教训他 上帝的脑袋 我命令 派色明宣过市的号手 把本判决在 巴黎子爵彩翼的 七零如徒地上 小玉周知 陆氏训及草拟 判决文 上帝的肚子 瞧这判的 大学生约翰弗洛摩法 在角落里叫了起来 福尹回过头来 再次眼睛里冒火 直盯着卡西摩多 我想 这家伙说了 上帝的肚子 陆氏 你在家上 骂人法管 十二巴黎得念 其中一半播作修缮 圣欧斯塔西教堂之用 我特别信仰 圣欧斯塔西 不过几分钟 判决文就写好了 当时 当时这种词句总是简单明了 巴黎子爵福尹的行文 尚未经过院长 迪伯 巴亦和 玉前壮师 罗杰 巴尔纳 研究炮制 还没有为这两位法学大家 在十六世纪初 加进去的秘密层层的 鬼变顿词 繁文乳解锁 淹没 其中的一切都很明确 干脆 清楚 直接了当 每条小径上并没有精从 没有迂回 一眼就可以看到 尽头是车链呢 还是脚架 或者耻辱住 至少可以知道 自己是走到哪里去 路士把判决书 成递给福尹 福尹盖上大印 随即出去巡视各厅 当时的心情 未免在当天 带遍巴黎所有的老狱 约翰·弗洛罗和 罗伯·普斯盘 切笑着 卡西摩多 以漠然而又惊讶的神态 注视着 这一切 福罗里昂·巴布迪安 宣读判决书 盖上大印 这时路士对可怜的犯人 感到怜悯 希望为他减刑 便紧紧凑到 厅长的耳边 指着卡西摩多 对他说 这汉子是个笼子 他指望 同病相怜的心理 会促使福罗里昂 做出有利于 背叛犯人的考虑 其实 首先 我们已经发现 福罗里昂老爷 根本不愿意 别人看出他耳聋 其次他耳朵实在太背 路士说些什么 他一个字也没听见 不过 他愿意显得听见了 就回答说 那就不一样了 我先还不知道了 这样的话 耻辱住在家一小时 接着他签署了 这样修改了的判决书 干得好 罗伯普斯潘说 他对卡西摩多 仍然怀恨在心 这可以教训教训他 谁叫他对人粗暴的 孩子 如果有一天你来问我 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与什么样的人交往 甚至共与爱河 这个我说不好 因为这是个很古老 而复杂的问题 几乎从人类诞生 就让人伤透了脑筋 浅薄的人会告诉你 非此即彼 而睿智者会说个故事 给你听 有一位叫雨果的 法国老头 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他从一个教堂墙壁上 找到了灵感 但他的答案 却让人神伤 今天我来讲这个故事 希望有一天 你为我倾听 并自己找到答案 何为美丑了 何为丑了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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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是丑的 凡事不能光看表面的孩子 卡西摩托 都是因为你 你 你 耶斯米拉的 要是你的心 在菲比斯的胸口跳动 那世界该多美 弗洛洛 她的灵魂得到拯救 那我的呢 我的呢 菲比斯 我若妻妾成群 我最宠爱你 年华一世 命运多传 巴黎 在她最美丽的年纪 目睹了 这一场生命的祭奠 灵魂的挣扎 而今 事过人非 一切都已成为尘埃 美丑 同血 罪恶与高尚同存 在终生里 在穷顶下 只剩下游吟诗 还在吟唱 尘封的过往 法国大文豪 维克多余果 浪漫主义剧作 巴黎圣母院 演播 本音物语 《雨 传刀》 《雨 传刀》 《雨 传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